胆小狗英雄要拯救他的主人 面对各种困难 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机 最近华纳兄弟在网络上公布了 胆小狗英雄和狗狗史库比联名合作的电影预告 且日会给女孩们分派到世界各个角落执行最高机密的任务 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学校的各种考试 这一天小女子 糖、香料还有美好的味道 是用来制造出一个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 但尤塔尼恩教授在意外中加入了化学物X 于是三位拥有超能力的小女孩 飞天小女警就这样诞生了 诶 不好意思 放错了 飞天小女警发挥他们的特殊超能力 花花、泡泡跟毛毛 从此飞天小女警就成了小镇村的守护者 维护治安、打击罪犯、对付邪恶的坏蛋 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 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 花花是飞天小女警的队长 她成熟可靠 但过于正直的个性让尤教授觉得麻烦 她拥有冷冻呼吸的特殊能力 其原料是所有美好的味道 泡泡是飞天小女警中最可爱人气最高的角色 她天然呆、爱玩、有礼貌 特殊能力是超声波 其原料是糖 毛毛是飞天小女警中武力最强的那个 个性鲁莽、顽固、还很厌世 本身没有特殊能力 擅长物理攻击 其原料是香料 尤教授是小镇村的一个科学家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圣职的父亲 生起个孩子来教育她们 偶然间创造出飞天小女警 尤教授也就成为了像她们父亲一样的存在 照顾着她们 在后来的2006年 日本还推出了飞天小女警载 除了这一版的飞天小女警 真人版作品也已经确认开拍 近日剧组拍摄的片场剧照在网络上传开来 三位主演身穿经典的卡通角色服装 但这廉价的服装材质也遭到网民抛轰 像廉价cosplay 回童年 更有人表示像极了迷骗 眼见事态严重 官方问了挽回颜面 联盟公开了演员们的定装照 不知道大家还期不期待真人版的飞天小女警呢 胆小狗英雄 相信胆小狗英雄是每个人的同龄命影 小时候虽然很怕 但又很爱看 浓厚的恐怖惊悚 与诡异灵异的基调 让无数孩子深深着迷 胆小狗英雄 从小就被抛弃 好心收养他的莫利尔与他的先生奥提斯贝格 居住在鸟不圣诞的无名小镇 过着平凡的日子 那是一个可怕恐怖的小镇 胆小狗英雄要拯救他的主人 面对各种困难 英雄屡次发挥自己的智慧 克服恐惧 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机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忠心护主将主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英雄是一只粉色的米格鲁小狗 他有一嘴的大黄牙 对主人莫利尔非常忠心 每当遇到笑人的事情 都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虽然胆子很小 但却很勇敢 莫利尔是一个温柔的老太太 每当英雄被奥提斯欺负时 莫利尔总会替英雄说话 拿杆面杖来揍奥提斯 奥提斯是一个毫无作为的能夫 他脾气暴躁 总是爱抱怨 奥提斯最喜欢钱 喜欢阅读报纸 喜欢看电视新闻 为了掩饰他的秃头 他总是戴着帽子 睡觉都不肯脱下来 奥提斯总是使唤莫利尔做事 爱欺负英雄 并叫他小笨狗 还经常用吓人的面具吓英雄 英雄还有一台超级电脑 每当他遇到困难时 都会询问这台超级电脑 而超级电脑总是会吐槽他 再告诉他该怎么做 最近华纳兄弟在网络上 公布了胆小狗英雄和狗狗 史库比联名合作的电影预告 逃出无名小镇 史库比遇上胆小狗英雄 故事讲述两部作品的角色 在小镇上相遇 并遇到一连串超自然现象 这也是两只截然不同属性的狗狗 首度跨界合作 联手解决怪事 让不少人激动 直呼童年回来了 该作品规划将在2021年9月发行DVD 就让我们好好期待吧 鸡与牛 故事讲述主角熊妹鸡与牛 还有他们那只有下半生的爸妈 和一个不穿裤子的红恶魔的荒谬故事 鸡是牛的哥哥 11岁 个性自大 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整部卡通里最有智慧的角色 因为其他的角色都蛮白痴的 虽然鸡个个很自私 但他总会为那个没什么大脑的牛妹妹操心 每当牛妹妹被欺负时 鸡就会站出来保护他 虽然鸡是男性 但他会下蛋 牛是鸡的妹妹 7岁 个性天真无邪 对任何人事物都不会有所警戒 太天真的个性让鸡总是为他操心 牛还有一个秘密身份 他会变身为超级牛 超级牛力大无比 还会飞 也会说西班牙语 每当鸡遇到危险时 超级牛都会现身解救 超级牛的武器是他的四颗奶头 可以旋转喷奶 还能当作探测器使用 鸡与牛的爸爸妈妈在卡通中 嘴里下半身的画面出现 在某一集中 鸡从地上室里翻出了爸妈的上半身 鸡与牛卡通里呈现了黑色幽默及反讽性剧情 完全是无厘头卡通的鼻祖 现在在很多卡通里都可以看到鸡与牛的影子 小孩大联盟 小孩大联盟简称KND 中文小大联 是由全世界小孩所组成唐大的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只对13岁以下的小孩开放 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踪影 一个孩子想加入小孩大联盟的条件 是他同意和全世界的伙伴们一起对抗大人们的种种暴行 不管是欺负小孩 或是替小孩制定不合理的规矩等 他们都会出面对抗 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那是一个只有小孩 没有大人的快乐世界 小孩不受约束 自由玩耍 但小孩们并不满足 他们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无聊 于是他们创造了大人 小孩利用大人帮他们做事 陪他们玩耍 把大人当作奴隶使唤 直到有一天大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大人竟然狠狠地打了小孩的屁股 这残忍的行为让小孩无法容忍 于是他们将大人驱赶了出去 大人利用自己的力量对抗小孩 小孩就这样被打败了 他们逃到了月球 这也是之后小孩大联盟的总部 月球基地 在地球的大人开始怀念起小孩 于是大人与小孩重建关系 形成了家庭 但大人开始露出他们的真面目 逼迫小孩去上学 写作业 早睡早起 最终小孩大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而大人与小孩的战争也从此开始 月球总部会向小大联的孩子分派任务 直到这些小孩13岁生热时 他们关于小大联的相关记忆将会被永久谋销 成为一个对这个组织毫不知情的普通青少年 由于小孩大联盟的组织过于庞大 所以会分成不同的辖区 有指定区域的成员去执行任务 卡通里的五个主人公就是最早加入小大联的其中五名成员 他们的管辖区位于V区 V区是发生最多事情的区域 因此任务也最多 他们分别代号为1号到5号 他们的据点是一个高达100多层的制型术屋 主人公们利用他们的高科技术屋打击并对抗坏大人的暴行 像是写功课 刷牙等等 小大联对付大人们的装备和武器都是由各种废料拼层的 如破过改成的钢盔和发射糖豆的机关枪等等 1号小光头 V部门的领导人 他个性谨慎 精明 脑袋清晰 是个可靠的队长 2号小胖盾是V部门里的技术师兼驾驶员 2号喜欢吃东西 还说冷笑话 还总是跌倒 虽然看起来笨笨的 但V部门里的各种高科技都是由他发明了 3号小可爱是一位日本人 也是V部门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3号天生乐观开朗 没有心机 喜欢一切可爱的东西 4号小黄毛是V部门里个子最小的 不过他的能力不容小觑 他是部队里的格斗专家 是其中最擅长格斗的角色 5号小库妹是V部门的副队长 他是伙伴之中年龄最大的 最安静也最聪明 当1号不在时 5号会负责V区的一切大小事物 带领着队伍 小时候看小孩大联盟时 总想着要加入他们 一起对抗大人 我还不想长大 但回到现实 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了那个自己曾经最不想成为的大人 杰克武士 杰克是日本的天皇之子 在他出生那天 他的父亲击败了来自黑暗的变形魔大师阿古 并将阿古封印了起来 但在某天 这个被杰克父亲所封印的恶魔复活了 国家不敌阿古的邪恶力量而沦陷 而杰克的父亲也被抓了起来 杰克的母亲则带着他逃了出来 后来杰克被母亲送了出国 前往了世界各地进行武术修炼 并成为了一名传奇武士 他回到家乡 他上了复仇之路 救出被俘虏的父亲 杰克拿着父亲的神力武士刀与阿古进行决斗 但在关键时刻 阿古利用魔法把杰克送到了遥远的未来世界 这个未来世界被阿古统治着 在阿古的魔咒下变得黑暗红盾 在这个世界里 杰克被通缉 为了赏金而来的人们会想尽办法要猎取杰克 而那些为了自由的人则会用尽全力帮助杰克 这个世界的居民有人类 愚人妖魔恶魔 元素怪机器人等等 虽然说科技发达 但在阿古的统治之下 底层的人们始终没有办法使用这些资源 杰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度过了无数的白天黑夜 不断寻找着可以把他送回家的时光隧道 并回到过去摧毁阿古所统治的未来 校园娇娃 校园娇娃讲出三位少女 珊珊可可和艾丽是很要好的朋友 她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世界人类保护组织的秘密探员 在外人眼中只是普通女高中生的她们 其实是个必须随时待命的秘密间谍 她们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就被她们的头目杰瑞传送到总部 只要杰瑞按下一个按钮 就可以让女孩们掉进一个洞里 最后抵达杰瑞面前 杰瑞会给女孩们分派到世界各个角落执行最高机密的任务 她们必须去阻止一些国际犯罪行动 伸张正义 拯救世界 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学校的各种考试 还要为舞会挑选漂亮的玩女服务发愁 每天作选一普通高中生生活 以惊险的国际禁定活动之中 杰瑞是三位女孩之中最聪明最有责任感 最成熟冷静的一个 每当女孩陷入困境时 她总会充当这大姐的角色 安慰其他人 可可是最花痴的一个 同时也是超级购物狂 她喜欢跟随潮流与名谈 她也是最常被敌人抓走的那一个 但她的小聪明也帮助队友解决了不少问题 艾莉是最纯真的一个 她非常关心朋友 时常为朋友着想 这样杀里傻气的她也有她的长处 她运动神经发达 擅长美式足球 小时候看这部卡通时 最羡慕的就是她们的各种道具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们那用来与杰瑞联络的粉饼盒 可以发出雷式光束的口红 能够扫描任何物体的手表 和带她们飞上天的喷色背包 小时候在看这部卡通时 真的超想拥有这些道具 这部卡通在播出当时的爆红程度 让不少女生都希望成为笑人交娃的其中一员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女孩是哪一个呢? 肥猫斗小强 肥猫斗小强这部卡通与猫和老鼠的设定相似 里面的人物都不会说话 主题围绕着猫咪大赞蟑螂 一只蓝皮肤红壁紫的胖猫 Auggy面临着一群烦人的小强的骚扰 Auggy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不论是被射斩 被炸弹炸成烟 被拍扁 都能在下一秒变回猫醒 Jack是Auggy的邻居 在前两季与Auggy同居 他会帮忙Auggy对付小强们 与Auggy不同的是 他脾气暴躁暴力 经常建造一些东西来摧毁蟑螂 Auggy对Dee Marky和Joey这三只小强有着强烈的怨恨 Joey是小强三兄弟的老大 他的鬼点子最多 为了钱他会不择手段 出卖兄弟 绑架婴儿等等 Marky是小强三兄弟的老二 是个泡妞高手 曾经抢走过Auggy的前女友 Dee是小强三兄弟的老妖 是一只永远饥饿吞食一切的蟑螂 他甚至还试图吞下大象 虽然这是一部没有对话的卡通 但他的精彩爆笑程度 绝对不输给猫和老鼠 大比与库蒂 故事讲述两个十岁的小屁孩 大比和库蒂在为一只十岁的金四雄庆生时 迎来了准备来带走金四雄的死神 两个小孩通过Limbo游戏打败了死神 并让死神留在人间 成为他们的随从 叫做死神的超能力 库蒂和他的白痴伙伴大比 经历了无数的精彩冒险 大比是一个天真开朗的孩子 他的智商非常低 在一项智力测试中 他的智商是负五岁 还经常传货 库蒂是大比最好的朋友 与大比形成鲜明对比 她是一个冷酷 黑暗 无情的女孩 不怎么爱笑 死神阿飘在一次游戏中输给了大比和库蒂 于是他被迫永远跟随他们 阿飘因被迫成为大比和库蒂最好的朋友 与努力而感到不满 尽管他已经习惯人间的生活 但他仍想从获自由 导弹三小 故事围绕着艾、艾德和艾迪三个青春期男孩所展开的搞怪故事 他们经常想出稀奇古怪的骗局来骗取其他同龄人以获取现金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为自己买零食 不过他们的计划总是失败 艾斯三小中个子最高 力气也最大的那个 不过也是最大的那个 平时笨笨的 但偶尔会说出一些有道理的话 艾德非常聪明 是学校的优等生 喜欢研究科学 对每个人亲切有理 讨厌体育 艾迪四三小中的领导者 是鬼点子最多的那个 同时也是最矮小的那个 他是个大喇叭 说话粗俗 自恋自大 自尊性还很强 这真的是当时个人觉得卡通频道里最傻的卡通了 一部充满弱智与斗趣的喜剧卡通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块木板 木板是强尼小子的假想朋友 强尼小子无时无刻的把这块 画有脸蛋的木板抱在手上 他认为木板是有生命的 因此不管强尼在做什么事之前 都会征求木板的同意 看似一个没有生命的木板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 而只有强尼小子能理解木板所说的话 故事讲述一个名叫德克斯特的天才儿童 在他房间的书柜后面 有一间神秘高科技的实验室 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先进的发明 他总是想方设法设定各式各样的密码 以防止他那讨人鹰的姐姐弟弟进入 但弟弟总有办法破解密码 他参自闯入他的实验室 破坏他的发明 故事主要围绕在德克斯特如何一边躲避弟弟 一边完成他的实验 弟弟对扭扣有着极大的热爱和迷恋 他总是会说 还没来的几等德克斯特解释 弟弟就已经按下按钮了 只要弟弟按下一颗钮 就足以栽掉德克斯特的实验室 最后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下场 弟弟一个天真的女孩 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于德克斯特来说是最大的天敌 弟弟最讨厌德克斯特满嘴的科学理论 最喜欢粉色的独角兽 德克斯特的死对头是曼达克 他的实验室比德克斯特的大好几倍 拥有更高科技的设备器材 曼达克的计划大多都是邪恶的 目的是获得邪恶力量来摧毁德克斯特的成果 但曼达克唯一的弱点是暗恋这弟弟 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 有趣的是 德克斯特的实验室打破了当年卡通的传统规矩 每集故事都是在未解决的情况下结束 而下一集的开场再次回到正常的状况下 如今电视已经不是我们观看影片的唯一区道了 想看什么的时候随时打开手机或电脑就能看得到 但回到过往 还记得当初每到时间就按时坐在电视前 等待着自己喜欢的卡通开播 我们对于卡通片的热爱无疑都来自那个年代的点点滴滴 这些卡通片都成了那个年代我们难以抹去的集体记忆 虽然流逝 童年被时间带走却留下我们的回忆 在那些模糊的回忆里 又有哪一部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卡通呢? 好 好 好